内向者可能是人家眼中的门棍 但他们其实都有很多好处 Quiet的作者Susan King就提到 内向的领导者有时比起外向的人 更加能够升任领导的职责 因为他们的动力较少是来自自我 又或者想成为他人的焦点 反而会照顾到宏观的层面 他们也都善于管理不同的人才 会给同事足够的自由去实践他们的想法 让他们割展所长 很多创作人都具有内向的特质 喜欢独处 有时孤独感就是推动创造力的关键 由于独立自主 不会过于依赖任何事物 往往会有自己独特的一套想法 内向的人很多时候都是一个好的聆听者 喜欢聆听多个说话 是做好朋友的上街人选 好朋友 好朋友 好朋友